咱们讲完了物理层的基本概念 我们进行一下总结 物理层它定义了这个接口的机械特性 还定义了这个电器特性 也进行了一些标准画板 然后功能特性 还定义了这个过程特性 好 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下边的指示点 就是数据通讯的基础知识 这个数据的数据通讯的基础知识 它不单单的讲的是计算机通讯的基础知识 还是数据通讯的基础知识 计算机只是其中的计算机通讯只是数据通讯的一种 那么我们打电话 我们的电视 我们的有线电视收信号 这也是数据通讯 我们打电话也是数据通讯 我们计算机上网也是数据通讯 我们发个传真也是数据通讯 也就是说现在在这里边给大家讲的数据通讯的基础知识 它涵盖了所有的数据通讯 那么我们看一下数据通讯的基础知识都有哪些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典型的数据通讯模型 典型的数据通讯模型 这里边给大家讲了 这是一个计算机通过网线接到了调制解销器上 然后通过公用电话网 公用电话网可以连接多个城市 这是广域网了 这是广域网 也可以连接不同的国家都可以 养着石家庄和美国的电话可以通讯 这就是跨国的广域网 这是公用电话网 然后通过调制解销器 把这个信号变成数字信号 我们计算机来接收 这是大家看一下 这是典型的数据通讯模型 那在这里边给大家介绍一下 什么叫做数据信号 数字信号 这个数字信号就是0101 在传信号的时候 他这个信号就是有电没电 或者说电压负伏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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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伏 大家看一下 这里边的这些数值就没有别的值 就是这样 这些信号是跳跃的 是跳跃的 这个模拟信号 它就是大家看一下 正悬波于悬波 这是模拟信号 大家看这些值 它是连续的变化的 不像这个数字信号 这些值都是跳跃的 这叫移散的 这个是连续的 那么大家看一下 这个我们的计算机的网卡 发出来的这个信号 就是数字信号 这叫数字比特流 那么这个计算机 给这个计算机通讯 它用数字信号 给了这个调整解消器 调整解消器 把它变成模拟信号 这个模拟信号就可以通过广域网来传了 像说家里边的那个 ABS关号的猫 其实就是模拟信号 通过广域网来传 然后到了公共电话网 这个模拟信号 可以通过公共电话网来传 传到这个调整解消器这之后 然后它再把它调整成数字信号 这个计算机就能接收了 就能接收了 显示汉字 大家看 输入汉字变成 显示汉字中间经历了模拟信号 还有经历了调整解消器 进行信号的转换 大家可以看到 这是典型的数据通讯模型 那有的学生说了 老师 我们现在两台计算机 通过学校的交换机来连 然后呢 他们两个之间一通讯 经历了这个过程吗 没有 他们就是经历了数字信号 直接到这 到这台计算机这了 也就是说我们的计算机通过交换机来通讯的话 那直接就是数字比特流 没有经过 调整解消换器来调制 这是给大家说的这个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 这里边呢 有一些概念 就是什么呀 远点 这是输入信息 这是通讯的远点 这是公点 输出信息 这个呢 输入数据 通过 这呢 发送器 我们调整解消器呢 叫做发送器 然后呢 发送的信号 我们这个公共电话网呢 叫做传输系统 然后呢 接收信号 调整解消器 我们叫做接收器 然后呢 输出数据 给了这个 这个计算机 叫做终点设备 然后输出信息 这个对应关系呢 大家可以看一下 有普通的名称 这叫原系统 这叫呢 目的系统 中间呢 叫做传输系统 传输系统在这里边呢 就是长途 长途 那么如果我们用 如果我们交换机 接两台计算机 直接这样的通讯的话 我们就没有通过这个 我们就直接 这个 从这到这 就没有通过这个 这个公共电话网吧 好 这是跟大家讲的 这个典型的数据通讯 这边呢 我们来学习 和通讯相关的一些术语 通讯的目的是 传送消息 传送消息 那么什么是消息呢 消息就是对用户来说 一段有用的信息 就叫做消息 那么比如说 我这个网站 提供前期预报 这个服务 我下边的计算机 打开浏览系 输入网址 把这个网页打开了 看到了前期预报 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就是 通讯 目的是为了 传送前期预报 这个消息 但是这个前期预报 要想传过来 它必须变成数字信号 变成数据来传 我们的计算机 它不知道里边是前期预报 反正你要是让我传数据 那是可以的 然后 这个数据传到本地 我再用浏览器 把这些数据呢 变成前期预报的这些消息 我就能看明白了 也就是说 现在大家理解这句话 数据是什么呢 大家看 数据是运送消息的实体 我们把这些消息啊 先变成数据 再网上才能传 传了之后呢 我们再应用程序 把它打开 用IE浏览器 再把这些数据呢 变成我能理解的消息 接下来我们来看什么是信号 什么信号 这个信号呢 是数据的电气或电磁的表现 也就是说 我们在传这些数据的时候 要变成信号 电气信号 比方说 我们要传010011 要传这个数据 我们怎么传呢 在网线上 我们就要用 比方说用5伏代表1 用0用0伏代表0 就变成这样了 也就是说 这就是这个信号 这就是信号 那么什么叫模拟信号呢 咱们来看 这个模拟信号是指的 这种叫模拟信号 大家看这些取值 它是连续的 这叫模拟信号 什么叫数字信号呢 大家看一下 这叫数字信号 取值是跳跃的 要么是0 要么是5 要么是0 要么是5 没有中间的这些值 大家看 这叫数字信号 这叫模拟信号 用专业的术语来说 这个值是离散的 这个是叫连续的 这是给大家说的数据 这个信号 又分模拟信号 和数字信号 下面我跟大家介绍 马圆这个概念 什么叫做马圆呢 咱们先不急的说 咱们先给大家介绍一下 这个A阶段机 要想一个B阶段机通讯 中间通过一个网线 通线来连接 那么它要传的这一堆数 是一堆二进之数 大家看 01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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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比特的这个二进之数 它要在网上传这二进之数 在网线上 它只能用这个01有电压 没电压这样的形式来表示 大家看一下 网线只能传电信号 有电没电 有电没电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1 这个信号开始 从这个A网卡这30网外发了 大家注意看 这个1就用这么一小段时间 代表有电 这是5伏 假如说 当然10伏也可以 也就是说 用这一小节的这个有电 代表它是二进之的1 1后边就变成了二进之的0 接着往下走 大家可以看到 这一小段 这个时间段里边的0伏 代表的二进之里边的0 再接着往下传的话 又变成1了 好 下一个时间段呢 时间片段 它就是有电的 比如说这是5伏 大家看 这个 它通过在网线上里边传 有电没电 有电没电 这样的变化的这种波 代表了这个二进之里边的这个数 大家看 码圆是什么概念呢 码圆就是 这个时间片段里边的一个波形 就代表了一个码圆 这个是一个码圆 这个时间段里边这个波形 这也是一个码圆 这是一个码圆 然后这个码圆传到 沿着网线 这个电磁 这个波到了这个BG弹机 BG弹机一收 发现这个时间片段是一个高电 高电瓶 5伏 代表这是1 然后呢 再往下走 是0伏 这代表0 这样的话呢 BG弹机通过读这个网线上的 这个电压 这个波形 就能读出这二进之里了 是多少 就能读出来 大家看一下 现在咱们来说 这个码圆这个概念 大家看 这个波形 代表这个离散数值的 基本波形 就是码圆 咱们说 这一小段 这个波形 这就是一个码圆 然后呢 在数字通讯中 常常用时间间隔相同的符号 来表示 来表示一个二进之数字 大家看 现在我跟大家说的这个波形 这个代表的是二进之里边的一个1 这个呢 代表的二进之里边的一个0 那么这个 码圆就叫做二进之码圆 当然还有别的进之 这叫二进之码圆 这个时间间隔被称为码圆长度 也就是说 这个时间片段 这叫码圆长度 大家可以看到 一码圆可以携带N比特的信息量 现在就是一码圆携带的是一比特的信息量 还可以有N比特的信息量 给大家介绍一下 什么情况下 这一个码圆可以携带N比特的信息量 刚才给大家讲的这个 这个码圆的一个波形 代表的一个二进之里边的0或者1 这个波形的曲值就两种 0幅或者5幅 我这个二进之呢 也就两种数值 0或者1 因此呢这一个码圆 就代表着二进之里边的一比特 这样的话呢 就是一码圆等于一比特的信息量 大家来看这个 说一码圆还可以携带N比特的信息量 一码圆可以代表多个二进之 一个码圆可以代表多位二进之 比特的信息量 这个要求啊 这个码圆的这个曲值就不是两种可能了 大家看这个啊 这个值 如果我们这个码圆的曲值 这是1伏 这是2伏 这是3伏 就是电压 假如说是1伏 0伏 1伏 2伏 3伏 4伏 5伏 6伏的电压 7伏的电压 假如说我在这个网 在这个 在这里边传输信号的时候 它这个电压 不是0到5伏的 而是0到7伏之间的电压 随便啊 随便可以用啊 假如说这个电压 不同的电压值代表不同的数值 这样的话 我们可以大家看一下 我们把这个0到7啊 这些数可以写成二进制 大家看 这写成二进制的话 0 十进制里边0就是这个啊 这个1的话就是这个 2的话就是这个 3的话就是这个 4的话就是这个 大家看 7的话是三个1啊 这是十进制的7 写成二进制就是三个1 这就意味着 这就意味着 这一个波形 代表的是一个 三位的二进制 大家看 三位的二进制 这就意味着 一波特 这就意味着 一马圆 这就是一个马圆 这一马圆 写成二进制的话 就是三位 写成二进制的话 就是三位 所以说 这就说明 一个马圆 可以携带 n比特的信息量 刚才给大家举的 这个例子 是一马圆 可以携带了 3比特的信息量 有的学生说 老师能携带4比特吗 当然可以了 要携带4比特的话 那么最高的 取值范围 是四个1 四个1 二进制是10 15啊 是0到15 也就是说 你的马圆的取值范围 是0到15 一共有16个可能性的话 16种可能性 这样的话 这样的话 你一个马圆 你一个马圆 可以携带 4比特的信息量 这是给大家说的 马圆和携带的 信息量的关系 是0到15种区域的